哈妈本是一个热情、时尚又爱冒险的家伙 一向是大家的开心过 一点事情就很容易兴奋 而且她还对汽车痴迷 也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哈妈很喜欢学校董事会的工作 她觉得在那有用武之地 她也很热衷于在哈妈庄园草坪上举办学校夏季活动 可突然间她忧郁症爆发了 她无精打采 总是很早睡醒 脑袋里还常常出现悲哀、病态的念头 时常辗转难眠 一直到清晨 在白天里 她通常感觉好瘦些 但到了晚上 她就开始焦虑 她所看到的一切也都像黑白照片一般 失去了网热的色彩 而当哈妈的朋友发现了她的不对劲 他们想帮助她 哈妈的朋友先是精心照料她 接着鼓励她 然后严正告知她必须振作起来 他们把哈妈将要面临的凄产前景讲得明明白白 用能言善变得患的原话说 这些坏事都会降临 除非哈妈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她依旧悲伤郁 朋友们越是细致低劝说她怎么做 她就越是悲伤忧郁 当她终于被朋友拉去见心理医生的时候 医生第一句问她 哈妈先生 你今天感觉怎么了 哈妈先生答 挺好的 谢谢你 她明明就不好 和许多人一样 她从未有意识地用这样的方式 看待过自己的情绪 所以很难用原语来形容 实际上 她已经下意识地运用了很多行为上的策略 成功地逃避了对自我的认识 我感觉自己好像没什么价值 我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 不像和鼠 燕鼠他们 特别是患 他们都受人尊重 而我却像一个笑话 我的心智就低落了下来 没了做事情的冲劲 接着就跌入了所熟悉的悲伤情绪里头 就在这简单的两句话当中 就看得出哈妈先生很常把自己贬低 总觉得自己里里外外都不比其他人好 而且她很善于道歉和取业别人 时常为了别人的批评而道歉 甚至是苦苦哀求得到原谅 而焕呢 总爱批评与羞辱她 总爱拿哈妈先生与哈妈先生的父亲比较 焕总是在哈妈面前说哈妈的父亲是一位值得尊重的 有价值的身世比某些我能想到的人有用多了 哈妈先生说可好像那样还不足以羞辱我 换接着说我父亲让他不要告诉我 因为他是个好孩子可身性轻浮善变 在场的人们都看着我 我只好摆出一脸无味的样子 胡说了一对话来掩饰我的尴尬 可其实我内心觉得被狠狠羞辱了 而哈妈的父亲呢 是一个很严厉的父亲 哈妈从小就生活在很严厉的环境中长大 他总觉得自己没能达到父亲的高要求 而且永远也达不到 哈妈先生说 我记得父亲完全不允许我哭 我一哭 他就会说马上停下来 不然我就要对你发怒了 父亲总是在批评 责备哈妈 慢慢的哈妈会认为 父亲永远是对的 而哈妈永远是错的 师父这么想的话 哈妈觉得父亲对他的选择就变得合理了 对哈妈而言 父亲总能找到些什么来指责他 而母亲则是不断的让他难堪 他的母亲是对丈夫为命是从的 母亲很在意丈夫的评价 总是在看脸色 生怕丈夫不满意 他为了避免惹丈夫不开心 便遵循了丈夫严格的育儿观 时常对哈妈刻意收起慈母的一面 但母亲还是对哈妈很溺爱的 因为他只有哈妈一个孩子 可能他习惯了把哈妈当成一个小宝宝一样对待 有一次他当着哈妈朋友的面前问哈妈有没有穿干净的内衣 却成为想过哈妈当时的难堪 当哈妈问母亲什么时候才能不再把哈妈当成小孩子 母亲说等你不再像个小孩子的时候 而哈妈的内心其实对父母很是愤怒 但是哈妈却认为自己从来不发怒 她之前并没有再想愤怒的事情 她发现在任何时候都很难承认自己感到愤怒 她总觉得如果别人知道她生气了 她就会受到惩罚 结果就是她吞下了入火 却化成了内疚 当老汉去找哈妈要求哈妈让出学校校董的位置 哈妈虽然生气 但是她内心很快就缺服了 觉得汉肯定能做得比她好 她甚至还打算顺从汉 听到这里 如果有听我在成人自我状态的节目的朋友 都能得出结论了 就是哈妈先生的人生坐标 是把自己放在我不好 你好的这个位置 想要知道更多关于这个人生坐标的朋友 可以听回成人自我状态这期的节目哦 哈妈总是一直自我批评甚至自我惩罚 她从没客观地检视自己 直到她遇到了她的心理医生 当她终于明白了儿童自我状态 父母自我状态和成人自我状态 她明白了为什么她忧郁 她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她的选择 她选了让她父母的声音驱使着她 她选择了无意识地配合身边的所有人对她的想法 她选择了她的想法态度 她的人生坐标 即使这个领悟很痛 听起来很不公平 但这世界就是这么的运作 因为我们改变不了别人 我们只能改变自己 当苍鹿问哈妈一句 你还要为自己的不快乐责怪别人多久 她开始察觉到自己自身的变化 她内心深处多了几分力量 她发现她能更理性地思考那些让人情绪翻腾 或者感到害怕的想法了 在她全面回顾她的人生 她开始意识到某些人 某些事件 在很长的时间里 都是怎样影响着她 她看到自己倾向于怎样行事 也看到一件事情是怎样引发另一件事情 以往当她回忆过去时 那些发生过的事情 都是孤立地散回 无法并凑在一起 但现在 她尖尖获得一种能力 让她在回忆时不再谴责自己 她能找到事件之间的联系 能客观地去看 而不再感到内疚 慢慢地 她开始理解为什么有些事情会以那样的方式发生 以及它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换句话说 她妈在反视自己的所作所为 并从中学习 如果我们要更好地理解自己 就需要跟自己的情绪做连结 如果我们否定它们 不论是用无视 还是压抑的方式 结果都像做了节肢 就如身体的重要部位被切掉一样 在某个程度上 成了一个残缺的人 唯有通过和自己的情绪做连结 当我们对情绪的感受越来越清晰时 就能明白它们并非可有可无 也不会对它们不闻不问 因为情绪正是自我的核心 当我们宣告对自己拥有主导权的那刻起 我们便能独立行事了 书中有一段话我个人觉得完全就是人生的真实写照 哈妈有阵子感到了最可怕的空虚状态 时间在它面前蔓延 如同没有路标 也没有尽头的沙漠 每天的生活只剩空虚 人生的意义无处可寻 富足的生活剥削了它求知的动力 让它内心的力量和材质流失 变得软眠无力 好比一个运动员终止了训练 或许这就是我们一生都在感受和寻找的东西 感受可怕的空虚 寻找人生的意义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全部的内容 感谢支持 感谢支持 欢迎订阅